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为人处事之力 对于学生来说 通过选题 备战和比赛 学到了新词汇 新知识 对中华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对于老师和家长来说 这是一个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积极性 发现学生潜能的企迹 可以说 讲成语故事 老少皆宜 是海外传播和学习中华文化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中文学校我们知道 就是说成立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基本上每年都在举行各种不同类型的比赛 那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 想培养小孩子学中文的兴趣 然后给大家一定的就是说 活动的这种就是那个放吧 今天有154个学生 我们从二年级到十年级 还有一个双语 还有一个是表演 所以我们一共有七个校区 我们每个校区有两个学生 一个是学生来参与 另外一个我们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让对这些孩子 进行一个培训 让他们就知道怎么演讲 怎么样用中文演讲 我觉得非常好 应该多提倡这种活动 对小孩子身心健康很有关注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得很好 好 有没有紧张 上台有没有紧张 有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届 希望背这个成语故事比赛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我希望以后会越办越好 你今天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成语故事 我讲了烂鱼出树 挺有收获的 孩子平时如果不参加比赛 他不会去背任何一篇课问 好 我是同一课 我是七年级得第一登奖 春假时候我们还是家长帮着他 他自己也挺努力的 所以今天他得到第一名呢 心里应该还挺高兴的 第一届希望背讲春意故事比赛 已经圆满落下帷幕 但孩子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学习 却没有停下脚步 我们期望未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能够伴随这些孩子成长 并指引他们走向成功 华府好语记者杨依依 在维州安娜德尔文营报道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师 感谢您收看华府新闻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召唤